来看这起社会意外事故 让大家觉得很舍不得 而且这种社会意外 是走在马路上 被公车给撞死的年轻的大学生 那现在母亲控诉 她认为这位东海的学霸 本来车子只压到手而已 不至于致命的 司机是不是做了第二次的碾压呢 所谓的假动作 以为是要移车 结果却是直接往她身上碾过去 让她致死呢 这个硬生生碾过去 家属情会一看 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妈妈崩溃 谴责要求查清楚真相 但是司机是说 哎呀我移车是因为怕压到 这个女生再压到所以移车的 可是重点是你移完之后 第二次拟压造成的结果 是更为可怕 那直接命都送了 一开始本来这个客源公司 还出来说这是优良价值 后来一查发现 13年前她也撞死人过 当时并没有被吊销驾照 这位就是阿嬷 当时被孙子活活这样 被撞死之后哭啊 心肝宝贝啊我的孙子啊 结果司机欠债 当年怎么的惩罚呢 当时是车子这样开嘛 他时速有超速60到70嘛 那旁边也有违规啦 当然是双载的车子 直接切过来 双方都有点责任 但是这样赔下来2011年 其实赔了25万一条人命 赔了25万 然后再缓刑两年 没事情了 再开出来开车 又撞死人了 那本来说司机是 没有不良记录 有良驾驶的 这个客运公司呢 聚业赶快又改口了 他说呢 接手两年而已 所以没看清楚啦 驾驶记录原来是有问题的 甚至还传出来说 台中市政府把他评件 拿最高满分耶 那台中市政府赶快澄清说 没有 这是物质 他的评件成绩是一等 那么施南在当年事故中 因为被算不是主责 所以还没有被吊销驾照 但是这个聚业 过去五年已经连续 害两命丧生 去年评件一等 民众都说开车超杀 最后聚业高 客运高层总算 起立鞠躬道歉说 有疏失 还用五个声明鞠躬道歉 但至于是不是真的第二次 在开车进来 碾压害死的这个女大学生 还没有回应 他董事长是发言人指说 尊重家属的说法 静待司法调查 兵哥 其实以前确实是 我以前把我社会新鞋的时候 确实有这种东西 比如说杀死车或什么东西 他们撞到人 如果发现人还没有死的话 通常会倒车或干嘛 就是直接让他死 那因为就是以过去的 实际案例来讲的话 如果他变成植物人 或是长期握床 你要负担的费用可能更重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与其这样的话 不如干脆就是让你死掉 然后他们可以负担 比较少的人赔偿 所以这种情况 过去曾经发生过 可是这一次到底是不是 其实不知道 所以当然现场是有人看到 因为据说这个女大学生的学姐 在现场有看到 说当时她还有在喊叫 外名同行的人 对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 这个司机又上车 又重新去倒车 当然现在这个司机的意思是说 他是想要移开 不想要继续压到他 当然这个鉴定 还是要官方去鉴定 这个大家也先不要先下结论 因为这些东西 我们还是要有科学的论证 可是说真的 就算怎么样 这是这件事情的案子 我们要怎么样预防 未来这些事情发生 像巨业这间公司 他其实过去也出过状况 他出了状况之后 他有得到应该的改善吗 然后同样这个司机也是 他13年前曾经出现类似的状况 请问一下这么轻的罚则 能够让他们悔改吗 一条命25万还新两年 是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 因为业者有钱的话 他根本罚不怕 何况敢接公车业务的家里 都是家财万贯型的 不然他怎么敢接 所以这种东西 不可能对他产生嚇阻 卢秀应现在针对这件事情 办法有什么 就是公车大执法无限期执行 可是我必须讲 虽然这个大概暂时 可以收到一些效果 可是长期呢 长期怎么办 还是要有长期的一个规划 重点还是 我们的司机 为什么会经常在 人行穿越道上 或是其他的地方去撞到人家 因为很多司机 他有业绩压力都很赶 因为他们有限定时间之内 而且有没有疲劳驾驶 虽然表面上就是 到时候罚是罚业者 不是罚司机 可是问题是 你觉得业者被罚之后 司机会怎么样 所以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每一次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要找出问题所在 要提出一个可长可久的办法 不然我必须说 就算这一次大执法 几个月过后 类似的事情还是会再发生 今天就又发生两次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你不能够单靠加强执法 或什么去避免 而是要靠真正整个价值观念的改善 行人的观念也要改善 我们才可能避免这种意义 丁哥讲客运公司背景通常很硬 这一次的聚业客运一样 事故频传 可是这个水很深 因为这个母公司是汉城客运 负责杨丰文 杨丰文是谁 核心客运在2004年 曾经发生三死十一伤的车祸 当时副总就是杨丰文 他的父亲是谁 是统联 统联他是游览车的家族世家 当时被这个案情可能是说 统联董事遭到枪杀身亡 是核心客运的总裁杨锦元 然后卷入 对不起我刚刚讲的是 统联是他们的纠纷对象 他们在抢道路上面的路权 所以疑似因为抢这个路权 派人去枪杀统联的董事长妈 那当时这个引起了很多社会新闻的关注 好刚刚讲 卢秀业要大职法 马上又发生了公车的状人意外 这个是在台中有校车 撞上了电动二轮车 一个当场伤者直接身亡 还有东海大学 学生因为看不惯公车司机飙车 车很快啊 那往红来讲 为什么就是刚刚兵哥讲的 行驶的里程数 越多 当然奖金越多 那当然就得开快一点 那现在这各种的罚则 其实包括死刑要不要废 有很多的讨论 在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提出来 国民党推动的修法 如果无息徒刑 应该要分三级 不是说关一关 无息徒刑没几年 18年就出来一条好汉 再度害人 有没有教诲的可能性呢 他认为应该分三级 终身监禁 最重应该不能够假释 否则如何安人行 这个时候当然 赵伟他们说要提这个 把无息徒刑弄得什么 50年40年25年 我认为当然已经提出来 就是可以讨论 但是不要误解 因为我很怕人家误解 说你现在来提这个案 好像就同意他们讲的 实质死刑 你帮他背书 就同意 你同意背死的 对不对 所以我来帮他解套 我这个无息徒刑 应该弄到40年50年 我养他一辈死 不能这样子 这个第一个 我是 我还会再跟党团讨论 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就是 你废死 我先针对你废死 里面 宪法法庭 我怎么 宪法诉讼法里面 我来修改 你要三分之二以上 对不对 然后你没有 你说死刑要延迟辩论 没有延迟辩论 你不能判他死刑 那一样 你在延迟辩论的时候 没有通知当事机关 我也认为你这个无效 这次的解释无效 所以这个还有得讲 那20年前 我在T台录节目的时候 飞台南的飞机 当时还没有高点 最后一班是7点40分 那怎么办 好早 我录到210 录还要11点多 统联跟核心 那个时候就是 同联跟核心 就是这样 现在不一样 现在生意没那么好 那时候业绩利润很高的 他们这个就是说 因为刚刚宾哥讲说 他赶时间又赶业绩 我跟你讲 他的A数就已经有死角了 四线死角 所以经常这样 为什么我们台湾 会变成行人第一 那台湾说AI之导 我们现在这个内阁 叫做AI内阁 会嗨 会哀 撞到就哀了 这种汽车 我们现在很多 这大型车 他好几百万 而且现在的雷达 车用的雷达感应器 跟自动 就自动感应到 他自动煞车 太完备了 为什么不能 陈世凯部长 你既然接了这个部长 那事件又在台中 我认为你应该邀请 所有业者跟交通部 这些学者专家 这个很容易做的 提高一点点成本 保住了我们所有 行人的安全 这才是正办 用自动系统去控制 避免伤害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谢耀周 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检查一下 因为听说有些人 按这个订阅之后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 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谢谢 拜托 拜托 再见